我希望他看本節目 我希望他看到我在講什麼 如果來得起的話 如果他原來講稿 或是腦筋心裡頭想要講的話 如果跟我的講法不一樣 而覺得我還有可取的地方 還可以在8分鐘內趕快修改 因為如果 大老 這一段 維翰看一下網友的反應 因為如果今天的結果 讓你就去保守 讓我說我更不好表態 然後我更好要回去搞我的市政 然後我要再考慮我的什麼正當性 要不要選總統 那你就錯了 不但是韓粉不高興 我覺得非韓粉也看錯了你 所以你等一下的講法 就是要激勵大家 朝著理性的方法 去打國民黨代相 能夠今天止血 因為今天不算大敗 但是你的一言一行 你等一下9點要講的話 影響是很大的 好 現在講到 你說他要直接針對這個核心 去跟大家說他的想法 我覺得要對今天結果 他現在就第一時間點的反應 我覺得大家的感受最深 對賴清德的講法 我也不太同意各位 尤其是維翰的講法 我不太同意 因為賴清德他拚了老命 你看好幾次 好幾次 他穿著雨衣在街頭 人家不理他 但是為什麼他還是有票 因為這跟他努力不努力 跟票不一樣有直接關係 因為這些票本來就是民進黨的 因為你看都在海線這一方面 他們真的相信如果政權 或者如果委員的席次給了國民黨 國民黨是很有可能賣台的 我跟你講不管他們的想法 對不對 當然是不對 我先加個 當然不對 但是他們是相信的 所以不管你賴清德來不來 我這票還是要投給國民黨 不是 投給民進黨 你說孔中海的訴求是有效的 但他可能會不出來投票 有效 有效 所以今天如果輸了 如果民進黨這裡輸了 賴清德就非常的慘 慘到不曉得要怎麼辦 但今天因為贏了 贏得漂亮 所以賴清德就是說 本來要完全輸到 這個真的無家可歸的程度 他今天回到平盤 這回到平盤 你們把他稱作是獲益 得分 我真的沒有那麼回答 賴清德現在要考慮的 就是說他到底要不要蔡賴培 因為大家說你這麼行 你這麼賣力 你對民進黨在此刻有功勞 你如果再做一個好事 就是說就蔡賴培 這一點他會陷入參考 因為他派系裡頭的意見 他個人的志向 還有大家的願望 投射在他身上的 都不太一樣 他不去想要不要蔡賴培 他這一次的選舉 要不要去登記 我覺得不會 他會不會跟小英爭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不會 但是現在你要曉得 今天如果是民進黨慘敗 從明天開始賴清德就沒有位置 賴清德連舞台都沒有 連講話的資格都沒有 他連大哥恐怕都非常的不保 但是因為今天選得可以 選得不錯 我覺得賴清德大哥的位置 是不會給鄭溫燦搶過去 但是也沒有舞台 你請你們告訴我 從現在到明年 民進黨如果選輸的話 這段期間 選輸以後更不用講了 賴清德的位置是什麼 說不定是黨主席 做黨主席 這個黨主席 你不覺得如果他當 會比卓榮泰更好嗎 我認為 他們兩個政治分量一比就知道 不是 但是 立刻改選 不是這樣 因為 因為總裁有講今天選得不好的話 他辭黨主席 他現在他不用辭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道理 明天就黨主席換給賴清德 我倒是在這裡很誠懇的 建議小英 因為小英是總統候選人 但這個不分析的排名 小英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把今天的功勞 如果要適度的回饋的話 把賴清德擺在民進黨團 這個不分析名單第一名 所以讓賴清德還有一個舞台 的未來民進黨 不是五台而立 我覺得他進的也不是很看重這個東西 但是他如果排在賴清德第一名的話 有他的號召力 然後他進了民進黨立法院以後 他就是民進黨團的領導人 繼續有他大阿哥的位置 就是看中央到底要輸四年 還是輸八年 起碼他的能獻度 他的貢獻度還繼續在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民進黨沒辦法靠著孔中牌 在2020的連任之路上面 這個我要再講一下 因為你今天是台南跟三重 隔得很遠 所以他的效應不能像波浪一樣 就是說一路這樣趕過去 因為今天是路隔兩地 還滿遠的 但是大選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今天這兩個選區受小英施政 或者兩岸政治失敗的影響 其實沒有那麼大 但是明年的大選 小英的施政 尤其是在兩岸政策 會排山倒海 從北到南 一路一波一波 一線一四的下去 這也是我想這些尋求連任的 現任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心中雖然今天的勝利 會有一點安心 但是這個憂慮 憂慮說明年的一月 恐怕沒有這麼好過 這個我想是存在的 所以孔中牌對這兩個選區有用 不代表對其他組的選區 通通都用 網友 北約沒有用 所以我幾個月 因為剛才大老公有 對不分庫的部分 因為這次選舉 龍街兄這組 對於我們很多鄉親跟我們的網友 這個非常的感動 就是揮揮手 我們感動在那邊 他在傳傳車 你掃機的時候 因為大老公跟賴慶德 擺部分哭我也同意 不過我建議 因為我之前在我們身後都說過 不管龍街兄這次輸了贏 國民都跟他擺部分哭 他在台南一定輸很多次 所以賴慶德跟謝龍介 一定要對上就對了 你排地級 我就排地級 主持人說我真的 因為我們龍街兄都會讀到龍街兄 他最近差不多六十歲 他不是曬黑 他整個都憔悴掉 選得很辛苦 就想想去看醫生 因為龍街在台南飛行過這麼多次 他現在有全國的地名都 全國的影響力 所以國民黨中間他去考慮 你是不是 因為謝龍介這是跨區 剛剛王源天 他跨區一選 大先兄也分析台南的狀況 你如果讓他明年再選的話 他還要再類似 如果你讓他排部分區 讓謝龍介做一個例子 後來市長跟黃偉者來寫 因為他分析他就可以 全國的浮選 我覺得把謝龍介那個效應 也給他一個公道 因為他已經在 你意思是說 玉民做布林區 越做越少人就對了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這有兩個非常具體的建議 大佬建議民進黨 要把賴清德放進不分區 陳輝文建議說 要把謝龍介放進不分區 給他一個公道 這一對CP 就是要一直在一起就對了 他的高雄市正在做一個實驗 結果用嘴巴講的沒有用 我們就用實際的行動來看看說 到底兩岸怎麼樣對人民 是最有利的 所以我認為3月22號到28號 他這一次這幾個城市的走訪 包括到大陸去 他的成果 他的政績 我覺得會影響 或者是來挑戰 民進黨的兩岸路線 當韓國瑜他這一個 九二共識拚經濟的牌 一樣可以奏效的時候 高雄人民給他高度肯定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最好的實力 跟實證 就是說可以走這樣的路線 兩岸可以走核的路線 大家發大財的路線 而不是民進黨一昧的 這次喊出的口中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韓市長現在正在進行直播 我們來聽他的說法 這個基本上都是已經 時空見慣的講法 人人朗朗上口 可是這一場選舉 我比較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這一場立法委員的補選 第一個 贏的人不能算贏 輸的人不能算輸 這樣子講一定會馬上就反彈 怎麼反彈呢 韓市長啊 你這個好像國民黨輸掉了以後 一副來個嘴巴硬 不承認輸的樣子 我不是這樣子看這個問題 為什麼贏的人不算贏 輸的人不算輸呢 我覺得 以三重 余天 準立委來說 大概在台灣不是50歲以下的 是60歲70歲80歲以下的人 都是幾十年來聽余天的歌 所以余天曾經是一個歌壇 這麼有名的歌姓 那麼這次在三重的選舉 知名度上本來就是非常高 國民黨推出來的正式為 知名度上已經吃虧吃了一大劫 第二 在演藝界跟歌唱界過去從政 成功的歷史有好幾件 包括最早的張帝 包括鼎鼎大名的寶島歌王葉啟田 像這些演藝人員從政 知名度上占了很大的便宜 所以鄭世伟的書 知名度上就吃了一大劫的虧 第三 幾十年來 三重 就是民進黨的鐵票區 而今天打到這個樣子 在一個這麼低的一個投票率之下 鄭世伟只有輸到五千票左右 嚴格來說 這一場選舉 贏的不算贏 輸的不算輸 第二就是台南 大家都非常關心謝樓健 郭國文的選舉 郭國文贏的票 只有大概3% 這是一個75比25的選區 甚至是80%對20%的選區 綠軍在這麼低的投票率下 居然只有贏到3% 所以贏的 郭國文當然我們要祝福他 好好當立法委員 幫台南鄉親爭取福利 這個沒問題 我相信我們一定有這個風度 但是謝弓健 跨區 空降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今天輸了3% 謝弓健面臨到是什麼 謝弓健帶著他的老婆 李嘉芬 面對了 府院黨 全面的 攻擊 府院黨全下 這個府院黨是總統府 行政院 加上民進黨的總統黨部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了 還有一個台南市政府 謝弓健一個人對抗了府院黨加院 而能夠在兩個月空降的狀態之下 只有輸到3000票 所以我說輸的不算輸 贏的不算贏 為什麼這樣講呢 大家都時常講一句話 院賭服輸 既然選票開了 贏的就是贏的 輸的就是輸的 還有什麼話好講 我不是看這個問題 我是看明星 好多人都說韓劉 好多人都說韓劉 韓劉 其實千萬不要忘記 兩年前 只有兩年之前 韓國瑜只是一個賣菜的 我哪有這麼厲害 所以一定要講韓劉 我的看法是 韓劉真的就是明星加上明月 韓國瑜只是一個代表 他發出了 人民心中的怒火 人民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因此 這三個月來 大家才會說韓劉韓劉 沒有 就是明星加上明月 這場寶貴的補選 我覺得讓國民黨跟民進黨 同時學到一堂寶貴的教訓 對國民黨來說 去年11月1124個縣市長補選 國民黨贏了15個縣市 但是得意之餘 有沒有忘信 我們時常講 贏了可以開心一點 得意一點 但是會不會得意忘信 會不會以為 人民開始把國民黨吹上了天 好像天上掉下來的選票跟支持一樣 國民黨 有沒有真正的受到人民的喜愛 這是讓國民黨要警惕 所以這場選舉 補選 台南跟三重的輸掉 以及金門提名人的輸掉 讓國民黨要警惕在心 老百姓 投下這一票 時常要讓政黨 在什麼時候能夠傾聽民意 什麼時候 不要得意忘信 什麼時候 不要忘記的苦民所苦 國民黨要警惕在心 這場選舉對民進黨來說 也是寶貴的一刻 對民進黨 台南跟三重來講 國民黨的候選人 孤軍奮戰 已經打到家門口來了 打到你院子 打到房子裡面去 甚至已經攻到你家客廳了 而才贏了 百分之三 甚至百分之五 民進黨到底是怎麼回事 府院黨這麼多資源下去 所有的大卡式全部下去 所有的福利政策不斷放下去 還甚至有一些其他方面 我想內行的人 看門道 外行的人 看人道 賴欣德是剛退休行政院院長 已經跳下去到連續輔選的十幾天 不是沿門脱波 是碰到人就開始敗票 挨家過的敗票 甚至講出來 民進黨只剩下最後一口氣 拜託讓我們活下去 怎麼民進黨 在自己的鐵票 就會面臨到這麼困難呢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學到的一刻 是什麼呢 是民進黨離人民 越來越遙遠 不客氣的說 今天如果投票率 就到70% 我覺得三重跟台南的選舉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可是我們是輸的 講這個話人家會認為 輸的沒有心甘情願 心不甘情不願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今天要講這個話 就是說這場選舉 要讓政黨知道 面對人民的時候 我們必須永遠的謙虛 永遠的謙虛 另外 台灣的選民 這一場選舉 事實上 也讓大家跌破了眼鏡 我們沒有想到 一場補選的立法委員 戲劇的張力 可以到這麼的大 古時候實際上有一句話 叫神仙 老虎狗 這個是形容人生的境界 古時候 十年寒窗苦讀的書生 苦讀的十年之後 去附近考試 考試考上了 放榜了 準備要報到 要發布新的職務 要到 當近視 要到新的職務 這時候心情非常愉快 像神仙一樣 當了憲太爺 發布的地方父母官 手上有的權利 我們就像老虎一樣 落榜 沒有金榜提名 重新再回去準備考試 心情打擊非常大 我們講神仙老虎狗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人生三的境界 其實放到今天政治的格局 我們來思考 不是一樣嗎 2018年 國民黨搭勝 心情如何 結果呢 現在的心情如何 2018年 民進黨搭敗 現在心情如何 然後呢 未來怎麼做 所以2018年 國民黨大開心 民進黨大傷心 今天補選完畢以後 表面上看起來 民進黨大開心 國民黨大傷心 都是不必的 其實真的 一個政黨 一旦離人民越來越遠 那個是太可怕 太可怕了 今天這場選舉 大家得到 這樣的一個寶貴的教訓 事實上 就我高雄來說 大家是不是要說一些 市政的問題 像明天 鴻海集團 郭台銘先生 要到高雄 跟我們簽約 決定擴大對高雄的投資 今天又來了一個好消息 澳門 最大的一家公司 決定跟高雄 買鮮花 一年買200萬美金 從5月1號開始 今天訊息告訴我們 我們也可以公布 一年買6600萬台幣 的鮮花 指定向高雄購買 我們除了水果 還有一些水產品之外 現在我們正式的 也進到了鮮花的市場 這是高雄的改變 高雄改變不是韓國有多厲害 是高雄明星 認知到韓國瑜 這個經濟的發展 是希望人進來或出去 所以高雄真的改變 也希望民進黨中央執政 這些民進黨的精英分子 要了解今天你們這場立法文的選舉 幾乎是顯勝中的顯勝 你們的施政一旦脫離了民意 未來未必是像你們一樣 這麼秤心如意 我講這個話 一點都沒有小鼻子小眼 我是感覺到民進黨的選票 節節白退 而且明星一直不停的在失去 我高雄一直不停的有好消息 大家會看得眼裡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選舉 對我個人來說 我要再重申一遍 韓流沒有那麼了不起 沒有什麼韓流 就是明星而已 那麼另外我要對謝龍介委員 以及鄭世偉 兩位先生至上最高的敬意 謝龍介能夠資深 立抗兩月黨這樣的成績 真的為他的努力 要至上敬意 而且謝龍介的參選 真正的讓民進黨跟國民黨 共同開始關心 最基層最辛苦的農民與民的老公 謝龍介把這個聲音整個都講出去 鄭世偉一樣了不起 為什麼我昨天到三重 我本來到台南 就是因為好朋友告訴我 鄭世偉的爸爸在加護病房 很痛苦 但是不拔管 拒絕把管子拔掉 他要看到鄭世偉的開票 他一定要看到兒子能夠成功離譜 所以我昨天一定要趕到三重 因為人心是肉做的 我們聽的心裡很難過 鄭世偉白天打選戰 不管多麼的疲憊 晚上一定要到醫院看一下他爸爸 我聽的心裡非常的難過 所以我覺得鄭世偉 不管怎麼樣 那麼認真打了這場選戰 三重四米 事實上借了這個選票 也肯定了鄭世偉 輸只有輸到百分之五 過去最起碼輸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今天只有輸到百分之五 也希望鄭世偉先生繼續加油 也希望他的父親能夠身體有康復的機會 這樣子 我相信也是符合我們台灣人 都是比較重感情 也是比較善良的一面 這場選舉已經結束 明天開始 真的 我想所有的政黨政治人物都要體認到 我們真的要好好幫人民來打拼 來為人民來努力 那麼謝謝所有支持 這場選舉 不管是鄭世偉 新隆界 還有我們彰化金門的鄉親 我相信台灣人民這場選票的信號 是非常清楚 可能 也給了民進黨最會是機會 但是 郭國民的當選 余天先生的當選 祝福你們之外 你們真的 沒有什麼民主勝地啊 靠我們的保護啊 台灣的安全啊 我們的保護啊 台灣人出頭天 千萬不要講這些肉麻當有趣的話 讓人受不了 真的讓人受不了 民黨本來就60多席在立法院 就算是輸了也沒這麼嚴重 台灣民主也不會死亡 贏了台灣人民 台灣的民主也不會因為這樣重生 沒有這麼了不起 那民黨 未來的選舉是不是要繼續打這種 這種悲情牌 我相信台灣人民已經升級了 最後一次 我要再一次 向所有網路上所有好朋友 關心韓國瑜的好朋友 致上謝意 那麼未來的高雄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充斥我們的經濟 做好我們的教育 還有照顧我們高雄的弱勢族群 我覺得一定高雄要繼續往前衝 那麼明天見到鴻海的郭台銘董事長 來高雄擴大的投資 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除了謝謝之外 那也希望更多更多的企業家 來到高雄投資 我們整個高雄會改變 也希望整個台灣 經過這場選舉之後 國民黨了解 民進黨也同時了解 所有的執政 一切以人民的福利為第一優先 讓我們台灣政治能夠越來越好 祝福大家 再一次感謝大家 謝謝